外交部部长纳都斯里·安妮法今天下午3点30分在位于吉隆坡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接见被朝鲜禁止出境的大马公民的11名家属 双方会面大约一个小时 安妮法随后在记者会上指出朝鲜政府保证了滞留在朝鲜的9名朝鲜大使馆人员和家人的安全 此外他透露外交部大厦设立24小时的行动室家属可随时拨打查询热线 关于谈判方面 安妮法说明外交部和朝鲜驻马大使馆已经进行了三次内部会议 以商讨即将展开的正式谈判不过谈判地点还没有定案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所有的内容 因此任何谈判 任何谈判 任何谈判 我们可以完全明白 安妮法也指出 除了有关将大马公民从朝鲜安全地送返我国之外 金正南的遗体也将是谈判的另一个重点 我们不想保护身体体肯定不符合我们 另一方面 安妮法提到 曾有第三方主动联系他和外交部 试图想要解决我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 安妮法不愿透露第三方是哪个国家 但她强调 我国与朝鲜之间无需中间人解决问题 N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